主书纪念当中说 夏后盲在位期间 商部族在他们的君主王亥的领导下迁徙到了阴帝 这个王亥是上任一任商侯明的儿子 明在夏王朝担任司空 主管治水 虽然治水尽职尽责 最终以身殉职 但他的所作所为不太可能是完全被了夏王朝着想 作为商部族的君主 在夏王朝担任官职 是为了表示本部族对夏王朝的支持 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落在如何为本部族的成员 谋取利益和福祉上面来 而从后面的事态发展来看 似乎是夏王朝所给予的利益 与商部族所希望得到的利益中间有点差识 可能是觉得明的子不值得 也有可能是因为别的一些原因 王亥领导下的商部族 准备了发展方向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北方的农牧与商贸事务上 所以带领部族成员 迁徙到了更靠近北方的殷地 便于向北发展 王亥所在的那个年代里 气候还算温暖湿润 从辽河上游到燕山脚下 从溢水河畔到河套地区 遍布着各式各样的族群 各个族群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商贸网埋 互通有无 形成了一条东西向的商贸网络 商部族在王亥的带领下 充当起了中间商的角色 带着货物往来奔波 从西到东 从东到西 一边赶路 一边计算着距离 于是在后世的传说当中 王亥成了土地丈量之神 山海经说王亥从东级走到西级 往来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右手掐着指头计算的同时 左手指着青秋山北的方向 在这条商路的中间 烟山脚下溢水河畔 有一个部族拦在商部族的面前 商部族想要融入北方的商贸体系 就必须要和这个部族保持稳定的关系 这个部族就是有意识 有意识有的时候也被记载为有护士 可能是当年被下后期击败的有护士当中 有一只残余势力迁徙到了这里 演变成了有意识 大概是出于维持和有意识的稳定关系的考虑 王亥亲自前往友邦打工 给友邦放羊 虽然屈原在天文里称呼王亥为墓树 但我个人觉得不应该把王亥看作一个简单的放羊小伙 毕竟是一个富足的首领 怎么着也该是个主管放牧的官员 就像当年的邵康一样 王亥似乎是觉得单纯地给友邦放羊 不足以长期维持这份稳定关系 想要更进一步 把这份关系变得更稳定 具体方式就是联姻 于是王亥在一个量身即日里取见了有意识的姑娘一面 手指战斧和盾牌 弹路上身肌肉 为这个他选中的姑娘献上了一场干气舞 姑娘被眼前的这个健壮的男子所打动 方心按许 当天晚上就把生命做成了熟饭 这下可闯了大祸 王亥是商部族的手脸 而商部族是东尹部族的一只 按照东尹风俗 男女两性交往不受太多约束 只要双方两亲相悦 就可以在一起 觉得腻了直接分开就行 聚散离合任气自然 直到汉朝 燕照之地还残留有类似的风俗 儒家士大夫们面对这种风俗时不理解 但是感到非常震撼 不理解这种风俗的 不只是后世的儒家士大夫们 出身西边四线部族群体的有意识 同样感到非常震撼 按照有意识等部族的规矩 本部族的姑娘要嫁到外族不是不可以 但是要走流程 首先需要建立起一座九层之台 让带聘取的姑娘登上高台 在高台之上住个三天三夜 并通过一系列的巫术仪式 以天神的意志与名义确定新郎是谁 整个仪式非常严肃慎重 像王亥这样不走流程 随意接触有意识的姑娘的行为 是对天神的亵渎和忤逆 必须要接受严厉的惩罚 惩罚说来就来 当天夜里 一把斧头直浪浪的就披在了 小情侣的床榻市场 去员在天文里表示 有人在斧头披下来之前就逃了出去 至于这个人是王亥还是有意识的姑娘 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 不过就算是天神眷顾 让这个人逃出来了 有意识也不会轻易罢休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上部族稀里糊涂的就失去了他们的手脸 按照祖书纪年的说法 这一年是侠后戒十二年 王亥的弟弟王恒名为守命 成为商部族的新手脸 王恒前往有意识 要取回哥哥王亥 带到有意识的牛羊 牛羊毕竟是不足资产 不能不要回来 要回牛羊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 王恒好像没有吸取哥哥的教训 跑去勾搭有意识的姑娘 给有意识又做成了一锅手饭 哦 不对 不止一锅 王恒似乎比他的哥哥更有魅力 先去找他寻欢的有意识的姑娘很多 甚至有背着孩子先去排队的 王恒如此放肆 公开去中淫乱 应该就不仅仅是习俗的问题了 有人说 这是因为他仗着自己 有一个很会带兵打仗的儿子 这个儿子就是尚贾威 可是有意识一点面子都不留 于是 王恒和哥哥一样 命丧一水河畔 尚贾威接任了父亲王恒的首领地位 带领尚负族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复仇行动 尚负族联系了七边核桃地区的商业伙伴 何博 两者联合起来 从西面和南面同时发起进攻 最终击败有意识 尚贾威诛杀了有意识的首领 绵臣 而何博不像尚贾威那样 跟有意识存在杀富之仇 也许是不想让尚负族太过膨胀 何博帮助以姚明为代表的 有意识参与势力 详细讨船 前去投奔了鬼方 尚贾威的复仇行动大获成功 并且尚负族通过这场战争 彻底解决了有意识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们融入北方的商贸体系了 竹书近年说 这一年是夏后县16年 商部族这边创新发展 做生因地成为了夏王朝东北方向上最强势的部族 不过此时的夏王朝风头正盛 依旧能够牢牢地把控着大多数东夷部族 商部族还不能够掀起太大的浪花 况且逃命有意识 则是有护士于党 说不定也是夏后市一直想要去做的事 从此以后 让商侯作为夏王朝在北方的代理人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差不多十年之后 夏后县去世 不将即位 不将时代的夏王朝 依旧没有留下太多记载 似乎只是在夏后市和新区的洛阳盆地周边 进行了一些军事活动 当然 能在近60年的时间里 维持大市场的和平状态 在当时的普通人看来 也算得上是德政了 不将在位的第59年的时候 主动把君主之位让给了弟弟 琼 并且在十年之后才受众政绩 后市有评价说 夏昌周三代 兄弟之间实行善良的君主中 只有不将是真的有胜德 不将去世之后 又是十年左右 琼也去世了 这次继承君主之位的是锦 也叫印甲 从印甲时代开始 夏王朝已将有反胜的老邱时代 步入彷徨而后来的西河时代